人类真的可以通过换头实现永生吗? 换过头之后,人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2016年1月21日,我国医学家任小平耗资七千万 成功在猴子身上完成了全球首例换头手术 随后就宣称此举具有预示性 人类换头将不再是梦想,并为长生提供了可能性 提到换头手术往往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 科学家通过手术将一个人的头颅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块一直都被列为人类医疗的禁区 但就像是医电源的苹果,越是静止,越有人想要尝试 1794年,近代化学之父拉瓦西在被送上断头台时 为了搞清楚大脑离开身体后还能不能运转 便和刽子手约定,如果自己头颅被砍下后还能眨眼睛 就能证明人死后大脑还能运转 然后在刽子手的见证下,被砍下脑袋的拉瓦西足足眨了11项眼睛 后世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人在被砍头后 大脑中还残存有一些血氧 能够维持大脑继续工作8到15秒左右 这就从理论上为换头手术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将脑袋取下,然后不断输送所需的血氧 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维持大脑的运转 此后,痴迷于打破禁区的科学家们不断涌现 上世纪50年代,苏联遗治学之父德米霍夫 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双头狗实验 该实验将一头狗作为主体 通过手术再加上一个狗头 但是令人痛惜的是 德米霍夫前前后后进行了24次实验 结果全都失败了 20条双头狗陆续在实验完成后死亡 不得不说,双头狗实验非常不人道 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动物当作实验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残忍的实验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尤其是对后面的器官移植和撞动脉手术 铺下了成功之路 就连世界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实施者 克里斯蒂安·巴纳德都承认 虽然他是第一位成功的 但要真论其心肺移植之父 那绝对是德米霍夫 所以对于双头狗实验 到底该赞扬还是批评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评论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有了前人的不断探索和医学的发展 换头实验的理论性和操作性越来越可行 于是在2015年9月 意大利的专家卡纳瓦罗宣布 将联手任小平在中国完成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手术 而这项手术的复杂性举世罕见 至少需要100名专业医生 36小时的精密合作 花费大约750英镑才行 而且稍有不慎 不仅手术会失败 实验者也必将死在手术台上 此条消息已出 全世界一片哗然 一方面 人体换头手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 而另一方面 人们又十分好奇 谁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换头的人呢 你敢相信吗 世界上首例的人体换头手术已经完成 未来的人类真的可以互换头颅吗 2015年 来自俄罗斯的33岁程序员斯皮里多诺夫 对外宣布 他自愿成为人体换头手术的全球首例志愿者 并将在2017年进行换头手术 此举迅速地将他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 他和霍金一样患有新天性肌肉萎缩症 虽然大脑发育正常 还有一位美丽的妻子 但最近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 没有轮椅根本就出不了门 伤残畸形的身体令他无比痛苦 因此愿意冒险换取正常的身体 但毕竟是全球首例 还是需要谨慎才行 所以在此之前 卡纳瓦罗决定联手我国专家任小平 先在灵长类的猴子身上做实验 在此之前 任小平就多次在老鼠身上 试验过换头手术 虽然都失败了 但积攒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于是在2016年1月21日 所有东西准备完毕后 一场惊心动魄的猴子换头手术 在中国的实验室开始了 他们在分离下一个猴头后 便迅速将其冷冻在一个零下15度的环境里 树中再将其和新身体的血管缝合在一起 再用具与二唇连接起猴子的脊髓神经 确保能让细胞膜上脂肋融为一体 这项手术耗时18个小时 花费高达7000多万人民币 最终在数小时的党代后 换头后的猴子奇迹般地睁开了眼 甚至能发出吱吱吱的叫声 这个结果不仅让卡纳瓦罗和任小平激动晚分 就连整个医学界都被轰动了 一度成为了世界的新闻热点 人类换头术即将走向现实 但更多的舆论压力接踵而来 伦理问题也成为一大挑战 人类真的能够成功换头吗 花费7000多万换头的猴子 结局又怎么样呢 要知道猴子的头颅和躯体 也是有亿万根神经连接的 有一丁点的差错 就会造成猴子的死亡 由于做手术时 两者之间的脊髓神经没有连接好 醒来的猴子除了头部 身体部位处于瘫痪的状态 只活了20个小时 就被注射安乐死离开了世间 换头手术除了医学技术上的问题外 最主要的就是伦理问题 如果换头手术能够顺利完成 那么未来人类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实现永生 但这位换头者的身份如何定义 应该是根据身体还是按照头颅 如果有年轻的患者成功进行了换头手术之后 并繁衍后代 那么这个后代又属于谁的 这必将会展开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 同时 因为换头手术需要合适的躯体捐献者 那么一旦有人为了利益而展开谋杀行为 恐怕整个世界都会陷入混乱和不安中 可以说 换头手术所带来的数位恐慌 要远远大于医学上的进步 有网友直言 这项技术一旦推广 那些重病的富豪们将会瞬间康复 而无人关心的流浪汉们将会悄无声息的消失 就在人们为此事议论的沸沸扬扬之时 卡纳瓦罗宣布 接下来将会进行人体换头实验 而实验对象是来自俄罗斯的斯皮里多诺夫 从小患有肌肉萎缩症的他 十分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 而另一位提供躯体的对象 则是一位同意捐献身体的脑死亡患者 可是就在两名医学专家 经过18个小时的数前准备 手术即将开始时 斯皮里多诺夫却突然拒绝了 根据他的解释 是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 他想要看着孩子长大 换头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他不想失去当父亲的机会 最终这场举世瞩目的人体换头手术 在一片舆论声当中也被叫停 但卡纳瓦罗和任小平没有放弃 依然在质疑声和讨伐声中 继续进行实验 换头手术对于现今的社会来说 就如同潘多拉磨合 谁也无法预测出换头 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 您对换头手术怎么看待呢 是支持还是反对 欢迎留言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启汉原州派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